我的手机不见了 手机落在车上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整个人就傻了 你要知道这样的情况下面 基本我是不会指望能够找回我的手机的 你到附近 我告诉你一个派出所 你去找远景 他们一定会帮到你的 他们有办法找到 找到这辆出租车的 你知道吗 就短短的20分钟不到 我就拿到我的手机了 我当时真的是超惊喜的 当时就立马就跟远景和司机照相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待遇 说是在派出所里面 它能够让你这样坐着 或者说你敢主动的去坐下 它没让你坐 你能坐下吗 不行的 在中国你知道那些警察都是什么样子吗 当你说丢失了什么物品 你报警 你去找警察的时候 他永远不会给你立案 他即便是给你立了案 他永远都找不到你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今天下午大概两点多钟吧 快三点的时候 就出门 就想上街去买一个行李箱 因为我这一次呢 在台湾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自己也想买很多的台湾的一些特产啊 饭手礼啊 能够带回去送给我的朋友 所以呢 我就打算去 因为带的箱子不够嘛 空间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又没有东西装 我想去买一个大的行李箱 所以就在圆山饭店门口呢 叫了一辆出租车 就是有一辆出租车 我就直接上了一辆出租车 但我没有仔细看出租车的这个车牌号呀 也没有留意它的特点哪里 家公司的都不知道 然后直接就让这个司机呢 帮我带到一个可以买箱包的地方 我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买 我说你能不能载我去一个地方 可以买这个箱子 于是呢 他就把我带到了 因为我是想迪化街附近有没有 顺便也到迪化街去逛一逛 我听说迪化街有很多 买这个南北年货的 是一条很有特色的古建筑的街 所以想到迪化街去逛一下 然后这位司机啊 就把我带到了这个迪化街附近的一条路上 但是说实话呢 因为我对台湾真的是不太熟悉 我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总之那条路上有卖箱包的 然后我就赶紧下了车 等我付了钱下了车之后呢 那个车呀呼啸而去 然后就发现 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不见了 手机落在车上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整个人就傻了 因为我手机 没有手机的话 我没有办法联系任何人 我也不知道任何人的任何朋友的电话 就是平时我们因为都不太寄这个电话呀 现在人用手机基本上不寄电话号码了 就都是在存在手机里面 所以我就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联系任何人 当时真的就是傻眼了 我所有的信息都在手机里面 你要知道这样的情况下面 基本我是不会指望能够找回我的手机的 所以我当时有点欺凌 看到那个车已经远去了 我没有办法找到它 我也记不清任何车的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脑袋里面想到的 完全就是我过去所遭遇的 这种情况下面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没有可能找回我的手机 所以我就放弃了 就打算放弃了 我就想脑袋里面转转了好多个弯 当时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处理 到底该怎么处理 就想了很多种方案 我怎么办 我现在是直接打车回圆山饭店 去找圆山饭店的前台 问一问这辆车有可能是哪家公司的 但是我觉得很难 因为我就在外面并不是叫的车 只是在外面偶尔碰到的 门口碰到的车直接上了 然后又想 我应该回到饭店里面用我的手机 因为我会在电脑上 有跟手机上同样的这个APP Signal 而且呢 我呢 是在北美买的这个eSIM卡 实际上它是没有电话号码的 没有台湾本地电话号码 只有流量的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我台湾的号码 而我北美的号码呢 已经被我禁用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禁用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我北美的号码 我真的就是觉得 哎呀怎么办 真的没有办法了 就是非常的糟糕 当时心情极度的沮丧 我就走到这个香包店的里面 去看这个箱子 我就想 哎呀干脆我买个箱子 就赶紧离开 赶紧回到我的这个酒店去啊 再想办法 在我手机上面 可能找到那个Signal 同样的号码的话呢 还有可能去打一打那个号码 在这个卖箱子的地方呢 我就 就跟这个香包店的老板呢 抱怨了一句 我说 哎 我说我刚才好倒霉 我说我的手机落在这个出租车上了 然后香包店的老板说 哦那你要不要借我的 我可以借我的电话给你打呀 你打你的号码 跟他说一说 我说我没有号码 我说上面没有号码 他说你没有号码 我说是 这个eSIM卡是没有号码的 然后 他说那你打你朋友 要你朋友打你的电话呀 我说我也不记得我朋友的电话 啊 你说就往这样的情况下面 该怎么办呢 我就真的是觉得好糟糕啊 然后这个老板就说 他说那 他想了想 他说那这样吧 那我建议你呢 你到附近 我告诉你一个派出所 你去找远景 他们一定会帮到你的 他们有办法找到 找到这辆出租车的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说远景能帮上忙吗 因为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 远景真的能帮上忙的情况 而且我觉得手续会非常的复杂 我不想这件事情 变得很复杂 所以我有点打退堂鼓 觉得不太想去 我就说那我先还是买个香包吧 这个店老板说你先别买吧 你先别买 你先去吧 这个事情处理好 你再回来再买 我说但是我一定得要一个箱子 我说要不然我要是处理好这个事情 回到原山饭店去拿这个手机 我又没有办法回来买这个包了 我说不如先买了包再去 他说那行吧 那你就先买了包再去 我就买了一个箱子 然后拉着这个箱子 就按照这个店老板的指示 先左拐再右拐 然后再左拐 就走第二个路口 就走到了这个派出所 其实我当时就是因为太慌张了呢 就没有去记下我所在的这个香包店的 这家店的门口 是到底是一条什么路 我只知道我是这样左拐右拐右拐 这样子就到了那个派出所 找到那个派出所了 就很容易找就找到了 我进了这个派出所 当时进派出所的时候 应该是今天下午的台湾时间的3点15分左右吧 3点15分左右 然后我一进去 那个远景就问我 你有什么事情吗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我 我的手机落在出租车上了 然后这个远景就说 你是在什么地方下车的 你有地址吗 我当时就说我 哎呀 我说我 我想不起地址了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下车的 他说你没有地址 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能想得起来你在什么店吗 我说 哎呀我也想不起来店名 我就告诉他 我就形容一下 我说我来的时候是左拐 再右拐再左拐 就到了你们这儿 然后他就根据我的描述 然后就找到了 就找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香包店的位置 他说啊那你大概是在太原路上 我想我们这个台湾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台北 台北有个太原路是不是 就在太原路上有个卖香包的小店 就是那样的小店门口 然后他就他就当时他说你等一下 然后就马上就从电脑里面调取监控监控的那个摄像头的资料 然后很快的他就找到了这个太原路上那个有一个路口 他说你是在大概是什么时间点到达这里的 我就跟他讲了一下 我说大概大概就是在三点到三点十分左右 这个期间到达那个地方的下车的 然后他就很快就从这个监控录像里面找到了我下车的那辆车 看到直接看到我还当时还没找到 之前我时间可能记错了或者是路口记错了 他找他看到哎他这是你吗 我一看哎我说这是我呀这是我 他说哎你是从哪下车的 这里没有你下车的镜头只有你走出来的镜头 我说那可能还早一点我才下车的 然后又把时间调到早一点的时间 才这样子就就找到了 找到了那辆车放大那个车牌号 然后好不容易看清楚 因为隔的比较远嘛 就好不容易看清楚 然后他就去找这个资料 从通过这个车牌号的资料 就找到了这个司机 找了司机的号码 就打给司机 说哎你是不是有辆这个车 司机说是的 刚刚有一位女士坐你的车 把手机拉在车上了 你是不是从圆山饭店接过一位女士 到太原路 然后他说是的 然后司机还不知道 因为我坐后座的司机还不知道 不知道后座拉了一个手机 所以当时他远警问他的时候 他往后座一看 哦果然有一个手机 然后远警就说你能不能送到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路的派出所来 好司机就说那行那我可以打表吗 他说我说我说没问题 我说你打表吧 结果他打过来 其实也就那么几分钟就过来了 因为也就打表就一百块一百台币 就就到了 我当时真的你知道 这个手机从我丢 从我走进这个派出所到手机送到派出所 这个中间的时间 大家知道才多长时间吗 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不到 你知道吗 就短短的二十分钟不到呀 我就拿到我的手机了 我当时真的是超惊喜的 而且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那个远警一直就说 没关系你就坐吧 你这里有椅子 你就坐着等吧 那我一直站着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你就坐着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站着吗 就是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待遇 说是在派出所里面 他能够让你这样坐着 或者说你敢主动的去坐下 他没让你坐 你能坐下吗 不行的 所以没有这种 而且我真的就是感觉到 特别特别的温暖 我当时就立马就跟 跟这个远警和和这个司机照相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大家看看 就旁边 这个右边的就是这位远警 左边的就戴口罩的就是那个司机 这个远警是姓林林警官 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 在中国你知道那些警察都是什么样子吗 当你说丢失了什么物品 你报警 你去找警察的时候 他永远不会给你立案 他即便是给你立了案 他永远都找不到你的东西 这个里面 真正是